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3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648集 昨天美股继续涨上去 收盘到从涨701点 NASDA涨139点 最近科技股 尤其是AI概念股 表现特别强 看看这只苹果 它的股价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NVIDIA是最强的一只AI概念股 Microsoft也快创历史新高了 再来看美股基金的表现 这只联博国际的净值 已经创下今年的新高 这只联博美国成长 净值也是创下今年新高 再看看这只安联AI是不是很强 连涨6天 这只最近的表现 它的排名是在很前面 还有这只美国增长表现也很不错 它的同组排名也是在很前面 这几天一直有人问我 现在要买什么基金 你看看美股反弹上来那么强 你不投资美股要投资什么 我的看法就是美股科技 投资美股才是正确的方向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